大家好,我是可瑞莎的Lina 好,這是我們可瑞莎的封面 好,來 可瑞莎的背景 我稍微講一下 我們的創立是83年 那時候我是84年出生 所以我也還沒出生 那時候呢,我們只有兩個員工開始起步 就只有兩個人 那兩個人,我們開始不斷的用專業技術 跟傳承跟交流 一起在磨合,那當然我們就是開始 分店,開始分分店,然後呢 拓展了六家,六家的職員分店 我們彰化就有我們的田中 然後還有我們的社頭 然後南投店呢,就是南投縣 有我們的南投店跟復興店 還有台中的話有大黎 跟玉群六家分店 指引的分店 那其實我們陸續的在準備 我們的人才,我們其實在 可能明年度會再繼續展店 我們有希望再繼續展店 再來我們的企業 專業的精神 就是美髮品氣之常 然後呢,能夠創造自己人生的價值 在黃金時期,就是現在很年輕的你們 可以培養專業的技術 然後呢,我們可以一起打造我們的精英團隊 給顧客最好的服務品質 那同時呢,給你們這些夥伴 一個很好的舞台 那我們的企業使命 就是完成下一代是最重要的 我們的伙伴是美髮的工事嘛 我覺得美髮是個事業啦 那我們最主要是穿成我們下一代的伙伴 然後那樣成為顧客專屬的美髮師 因為其實美髮或是說很多的東西 其實很多人就是習慣 他就一定會找那個人 那美髮不外乎我們就是要成為 客人專屬的美髮師 他再怎麼樣覺得應該找你們 這樣子 那我們的現場的話 剛剛沒講現場 現場的話 我們上班的氣氛其實都太過於彰性啦 就是我們也是分互相包容 是很熱情的一個方隊 那當然多多少少人與人之間會有小摩擦 那個都是正常的 那當然就是我覺得可以直接講出來 我們的伙伴們都是很好商量的那種 不會說在現場搞的氣氛很差 因為可瑞莎的覺得就是上班就已經開始快樂 這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